非洲肯尼亞一個自然保育區 日前為全球唯一的白色長頸鹿配上GPS追蹤裝置 保護它不讓偷獵者殺害 白色動物是非常罕見的 因為白色容易被天敵發現暴獵 隨著物種進化,白色也成為稀有顏色 而多數白色動物的出現是由於罕見的白化現象造成 在日本和印度等地就曾發現過遺傳基因變異的白色烏鴉 全身雪白十分罕見 有人起初說笑話以為是一隻白鴿 除了白烏鴉之外,還有白孔雀 全身順白無下,眼睛呈淡紅色 白孔雀是藍孔雀基因特變種,導致羽毛變白 現在在很多動物園當中都可以見到 此外,動物世界還有卑斯省全球獨有的白色黑熊 被稱為幽靈雀 如果兩隻黑熊同時有白色皮毛隱性基因 那麼生下來的小熊就會是白色的 科學家估計幽靈雀現時只有大概200隻左右 在海洋世界當中也有白色鯨魚 四年前,一批海洋生物學家在俄羅斯千島群島附近 就發現了一隻稀有的成年白化虎瓶,將它叫做冰山 據悉,完全白化的虎瓶出現概率只有萬分之一 現在還有一隻莉莎哲,將它變成大底 叫做冰山,在耳音中被刮辯,將它變成大底 在宋交流中,它不可動的協力 它不可動的協力 在耳音中被刮辯,將它 flu使喉,將它跟著火 加起來就像這裡、雀揮好的蹄